女孩新婚之夜竟要被新郎的表哥强奸 此时表哥听到有人进来 女孩名叫莫莉 被父母卖给了有钱的傻少爷做媳妇 然而婚礼当天新郎的表哥却看上了貌美如花的新娘 他不相信傻弟弟能有这样好的运气 于是第二天就送给了表弟一个绿色的帽子 除此之外 表哥还给了他一包迷药 谎称新娘子感冒了 晚上新娘喝过水后没多久便晕倒在了床上 此时表哥趁虚而入 而傻子新郎却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过家家 表哥听到有动静还以为是傻弟弟 此时新娘的青梅竹马及时赶到 两个男人在床上撕打起来 表哥将男人制服后 竟裹在被子里开始大喊 在表哥的山洞下 两人被绑在柱子上要被处以火星 傻丈夫不顾阻挠冲进火海 将两人救下来 表哥拿着棍子要将他活活打死 听到呼喊声后火柜又反了回去 尸首将表哥捅死 茉莉和青梅竹马走散后一个人逃到了上海 她刚要拿出馒头吃却被小别三抢走了 为了避免被他人欺负 茉莉在苦难中学会了伪装成男孩来保护自己 这天 茉莉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大贵人 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舞厅老板 茉莉好心为老板开车门 哪料老板正眼也不看他一下 茉莉跟着来到大厅 看到老师在上舞蹈课 自己则在角落里跟着跳了起来 从那之后 茉莉时常来到舞厅看女郎们跳康康舞 她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 红先生很是惊讶一个男孩竟有如此曼妙的名字 第二天 茉莉和乞讨的小姐妹换上漂亮衣服混进了舞厅 闺蜜刚离开 茉莉因为没有买门票被请了出去 茉莉在后院散步时无意间撞到有人竟要将舞厅烧掉 于是奋不顾身与歹徒搏动 幸亏茉莉及时发现 舞厅才没有被烧掉 红老板认出了女孩是昨天那个乞丐的妹妹 此时茉莉说出了自己其实是女扮男装 你就是那个小子 好端端要女扮男装 女人容易被男人欺负啊 我告诉你 上海滩只有两种男 不知道 一种是混蛋 另一种是大混蛋 那你呢 大大混蛋 我看起来不是呢 你像是刘洋回来的 对 当年我爸送我到法国读书了 但是我跑去学跳舞 可又跳不好 后来我想清楚 原来跳舞是可以做生意的 不用自己跳 如果搞好的话还能挣大钱 你说的不对 跳舞根本就不做生意 我听人说 黑人喜欢跳伦巴 那是因为他们工作得很累 工作之后想放松一下 触发自己的感情 那是艺术家的想法 我是很实际的 那不是你来错地方吗 没错 我觉得 你是一颗光芒万丈的钻石 但是 先得扶掉站在上面的灰 真的 是的 给我三个月 让我证明给你看 你连我叫什么名字 都还不知道呢 对 你叫什么名字 茉莉 茉莉花的茉莉 洪先生看着眼前勇敢又漂亮的女孩 当即决定让她加入舞厅 以后她就是茉莉的经纪人 洪先生带着茉莉来到商场 为她置办行头 一个上海滩的大明星即将诞生 一个赶鸭子的小女孩 在金主的打造下 即将逆袭为上海滩当红女星 然而舞蹈老师却看不起 这个乡下一丫头 哪儿来的 苏北高家庄 干什么的 赶鸭子的 你知道吗 你简直不是在跳舞 现在在赶鸭子 赶鸭子有什么不好 鸭子最可爱了 好 三天之内 我就把你赶回高家庄去 和你那群可爱的小鸭子 一起去跳舞 我不回去 走不走在你 先看你熬不熬得过啊 我熬得过 我什么苦没吃过 老师让其他女郎都走了 唯独将土里土气的茉莉 留在舞台上 故意让她学鸭子走路 可接下来女孩的一番 即兴舞蹈 竟让老师对她刮目相看 知道鸭子怎么走路吗 当然知道 走给我看 难看死 就像鸭子逃命一样 起来 要不就给我滚 我最讨厌的丫头 我还可以这样 一二一二 对 就这么跳 继续 就这样 来回重复这个动作 一二一二 一二一 这天演出 台下的一群观众来者不善 纷纷拿起水果杂像舞台 此时茉莉机灵地留在舞台上 率领众姐妹竟跳出了鸭组 台下的观众顿时惊呆了 茉莉独创的鸭组 让客人们大饱眼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客人爱新鲜 今天爱看鸡 明天爱看鸭 让你做狗 你爱做不做 好了 明天早上七点钟到舞台上来 换新的舞蹈 谁要是晚来了 多练一个小时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你六点到舞台上来 私恋一刻 台下的红老板更是欣赏茉莉 当晚就向她表白了 然而茉莉却说自己 其实在乡下结过婚 因为父母没钱治病 便将她卖给了 有钱人家的傻儿子当老婆 红老板告诉她 封建婚姻不要野霸 跟我来 看看这个世界 红老板爱上了茉莉 专门包下了整个西餐厅 为茉莉过生日 什么曲子啊 这么好听 生日歌啊 生日歌 生日还有歌 什么是生日歌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哎 是啊 今天是我出生的日子 你怎么会知道 是玲珑告诉我的 又是玲珑 她就是个大喇叭 我从来都还没有过过生日 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年 都是我来陪你过生日 你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生日会有生日歌呢 哼 外国人过生日呢 会唱生日歌 一会儿还有个大蛋糕 一项蛋糕许个月 那愿望就会实现 然而茉莉吹蜡烛 许愿时竟说出心中 想念的人是青梅竹马的火龟哥 红老板很是失望 乡下赶鸭子的小女孩 被大老板送到修道院脱胎换过 不行 茉莉在嬷嬷的调教下 开始练习谈吐举纸钢琴声乐 就连发音最好听的法语课 也被安排上 我的修女 我的天哪 法文怎么念 乌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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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丽修女 我可不可以歇会儿啊 乌拉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茉莉的气质也越来越好 三个月之后 当浑身散发着魅力的茉莉 走出修道院后 男人被眼前的女孩惊讶到了 随即决定让茉莉 以归国华侨的身份 参加上海百花皇后竞选 百花皇后 到时候拍电影出唱片 全上海的人都会为她疯狂 七位入选的嘉丽穿上欧洲最流行的泳衣 跟媒体记者见面 茉莉的气场丝毫不输给其他美女 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让镜头拍到自己 哪料最后茉莉被挤到了泳池里 手下想要去救茉莉 红老板却突然阻止 赶紧救人呐 因为茉莉的意外落水失身 第二天竟登上了多家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这样 茉莉成功打响了出道的第一枪 红老板为茉莉在法租界置办了一套豪华公寓 茉莉却不敢要 这房子是用你自己的钱买的 我没钱 你将来的钱 我先替你垫着 陈离 你别对我这么好 我不是 哇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是那种男人呢 你要知道 我现在是你的经纪 你往后赚的钱还得分我呢 那无所谓啊 反正我现在一切都是你给我的 选美大赛前一天首席评委前来探办 邀请大家晚上到国际饭店吃戏餐 唯独茉莉站在舞台上没有上前示好 这让公布局的宋董很没面子 结果第二天轮到茉莉唱歌时就出问题了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慢楼茉莉花 慢楼茉花开 想也想不过她 我有心才一朵呆 有怕看花的仁爱吗 话筒被动了手脚 茉莉在台上感到特别丢脸 洪老板让茉莉主动去陪不试 茉莉盛装找到宋董 对不起宋董 那你就等了 哪里 你来了就好啊 上次出旋比赛唱歌 真的很丢脸 把歌给唱砸了 这不管你的事 都是他们出的错呀 平分吗 完全可以不算 是吗 清宋董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再唱一次就好了 谁不知道你茉莉 是黄烟转世呀 他们怎么都是一群乌鸦 宋董 您太夸奖我了 本来嘛 你确实不错 不是夸奖啊 要不 你再给我唱一回 在这儿吗 当然不是 到我的房间 是国际饭店 最贵的总统套房 房里什么也不缺 就缺一位总统夫人 恼怒的茉莉当场 将水泼到了宋董脸上 这个画面正好 被洪老板派来的 手下抓拍到 结果第二天 洪老板就将照片 拿给了宋董 并想好了第二天 报纸上即将登出来的头条 公布局宋董 以权谋私逼肩百花女郎 最终茉莉顺利 当上了百花皇后 庆祝晚宴上 光彩照人的茉莉 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她激动地与追求 她的经纪人洪老板拥抱 然而茉莉却不知道 她的厄运也即将到来 别那么开心 二十个八仙 你所得的钱 我要拿二十个八仙 是你的 是你的 随着一声枪响 女孩的青梅竹马 愤怒地开枪射击 女人凭借傲人的身材 优美的歌喉 顺利当上了上海滩百花皇后 然而女孩却不知道 她的厄运即将到来 经纪人洪先生 送给了茉莉一份大礼 茉莉当着众多媒体的面 来到跑车前 摆出各种妩媚的姿势 红先生拉着她的手游山玩水 向茉莉表达爱意 此时的茉莉已经沦陷了 就在两人相拥热吻这一刻 茉莉的青梅竹马拿着枪出现了 男人愤怒之下开枪射击 随着一声枪响 茉莉醒了过来 原来是茉莉趴在跑车上 做的一个梦 响声是开枪兵的声音 晚上 红先生想要亲吻茉莉 关键时刻茉莉克制住 为什么我始终比不上那个恶狼 你是你 他是他 你不要比较好不好 以后 你不要再对我这样 我答应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 好闺女搬进了茉莉的豪华公寓 甘心为她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这天茉莉在给青梅竹马火柜哥个醒醒 她思念着火柜 鼓励她要好好地活着 然而好闺蜜在收拾桌子时 随手将草稿扔进了垃圾桶 每天都在茉莉家捡垃圾的媒体记者们 这次终于找到了有价值的新闻 赶紧通知印刷房 撤牌 改引茉莉行书 狗仔记者们的无孔不入令茉莉十分头疼 就连自己公司的员工也从阳台翻进来偷拍她的隐私 我以后 这也不乱举垃圾了 此时洪老板故意又写了一张纸条扔进了垃圾桶 上面写的是茉莉要约她的火柜哥个见面 然而当记者们来到咖啡厅时 看到的却是当红男星吉米 吉米 怎么会是你 没错 吉米就是火柜 白贷公司影视罪魂的明星吉米 原来机智的洪老板利用这个机会向媒体解释 这只不过是他即将开开的一部新电影 戏中男主角的名字就叫火柜 姐姐 别再哭了 再哭家里就成河了 电影正式开拍 蓝一号刚拍完一场戏 就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要签名 而茉莉却受到了冷落 不过茉莉并没有在意这些 你走吧 变得皇家大小姐 没有和你脑边 我和你 根本就不会有好结果 没多久 茉莉同样在片场受到了追捧 这次受到冷落的则是男一号 角落里 洪先生将一打钱交给了一个人 下次再叫三十个人 洪老板谢谢啦 下次你要多少人我就有多少人 为了使茉莉收获更高的知名度 洪先生为茉莉量身定做了一首歌 并由他唱电影的主题曲 看着我 看着我 为什么男人 都爱说谎话 看着我 看着我 把天眼蜜语 快快收起吧 你一首女孩就像玫瑰花 美丽又巧贵 可爱又可怕 红玫瑰白玫瑰黄玫瑰 你跳得烟发发 我习惯如麻 红玫瑰黄玫瑰 红玫瑰黄玫瑰 如果爱我就别爱她 我不再装弄又多哑 一份爱怎能放两家 红玫瑰黄玫瑰 如果爱我就别爱她 你不要装弄又买傻 变成贪心的大傻瓜 唱片出来后 红先生找到整个 中国最大的亚美电台 不惜花大价钱 买通了电台精灵 让电台不间断地 播放茉莉的唱片 接下来呢 就是大众 大卢 中华自由和京都 所有都会播你的歌啊 会吗 我听人家说 亚美打的歌 其他家不理的 你知道吗 上海他们的电台 少说有一百家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非金唱片播播 你是金嗓子 唱的当然是金唱片了 怎么会播呢 真想的不是我 是许云 她那时候说出心里啊 我听都听都没完呢 你听我说 以后再也不要听她的歌 听自己的歌 你啊 都快把我捧到云里去了 相信我了 不用多巧 茉莉 将我取代许云这个位置 可是都快没有人会唱我的歌呢 在一番宣传公事下 茉莉没想到自己火得如此之款 小女孩 小女孩嗓蒙不错 不过 颜色把握的不好 而且 也没有感情 对啊 可是这电台 天天在哆她的歌 而且还在说什么 新的许云诞生 哼 我觉得有点 言过其实啊 有他们说去 许云我 不是一天站起来的 也不会一天倒下去 上海娱乐大王的千金马拉尔 从美国留学回到上海 父亲让她出任亚美电台的经营 哟 这么标几的女儿 感情 也是明星的料子 爸爸我不是做梦吧 我眼前的就是金嗓子 许云 几云姐你知道吗 你才说出你的爱 我抱过来也能唱呢 是吗 那你可比我强 马拉尔在翻看记录时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过去一个月 茉莉的歌曲播放次数 是许云的两倍 按说许云才是当红歌星 茉莉只是个新人 一个新人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马拉尔觉得不太合适 这事儿 我倒是不太清楚 你都不太清楚啊 那我帮你查一下 不用查了 本台有规定 鼓励新人嘛 再说 也不能让 听众老听那些老哥嘛 是这样吗 可是新人又不止莫莉一个 你像潘华 孙丽 还有孟蝶 都是不错的新人啊 也没见我们电台 给他们多少鼓励啊 对对对 马小姐说的对 也应该给他们 多多鼓励 多多鼓励 河南水在 马拉尔决定搞一次文艺会演 请徐云唱压轴 而徐云却另有想法 我想这压轴 由我和莫莉来唱 莫莉 那不是给他人作嫁一声吗 不 我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许云不怕莫莉 莫莉 也绝不是许云的那份料子 对 许云姐唱得那么好 只要一旦同台 力剑高下 得知要和偶像许云同台演唱 莫莉又紧张又激动 洪先生鼓励她一定可以 可就在演出当天 洪先生竟指使手下 向许云的水中吓 不能喝 对不起许云 莫莉立刻冲上前打翻水杯 而许云却并不知情 要想能不知 除非紧默为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先回去请问 你告诉我 那些药 是不是要来坏许云的嗓子的 嗯 你就不想想 你能胜过她吗 我本来都顺不过她 可是我愿意跟她 跟她比较比较 好 你看着吧 亲爱的听众 大家好 我是许云 在空气里 我虽然看不见大家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你们的耳朵 都已经竖起来了 谢谢 这一次 和许云小姐合作的 还有百花皇后莫莉小姐 莫莉小姐 你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莫莫莉 我这次来 是向许云姐姐学习的 唱得不好 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位是歌坛巨星 另一位是明日之星 让我们洗耳恭听 首先唱出的是 是许云小姐的 孔雀东南飞 这是两个女人的同台较量 歌坛巨星 许云故意提出 要和新人莫莉一起压轴演唱 她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两人的差距 首先是许云带来的孔雀东南飞 把昨天被抽的泪 化作窗外雪纷飞 日日夜夜 依人所愁为 人凭岁月似流水 为何春去春不回 花谢花太人不归 花秋当歌 请着心一醉 独队残月空去杯 今夜何梦流人水 何梦流人水 在座的两位大佬 一位是亚美电台的董事 刚刚签约了徐云 另一位则是一手将茉莉打造成名的经纪人 徐云本以为伟名 然而当她听到茉莉的演唱后 脸一下子就立了 看着我 看着我 为什么男人都爱说谎话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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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甜言蜜语 快快收起吧 你说女孩就像玫瑰花 红玫瑰 红玫瑰 黄玫瑰 如果爱我就别爱她 你也不要走 我又买下 变成坛心的大傻瓜 茉莉的一曲红玫瑰白玫瑰压倒许云获得成功 赢得广大听众的喜爱 许云则喝着闷酒 就连保姆也在哼着茉莉的歌曲 谁在唱歌 谁 徐云姐 没事 是我家的茉莉三姐 老二 你别唱吧 哦 不 慢慢去唱吧 没有人总挡得了茉莉的歌声 没有 没有许云 为了表达对红先生的谢意 茉莉提出请她喝一杯酒 被红先生礼貌的拒绝了 此时突然下起了大雨 当茉莉走出屋门后 看到的却是红先生坐在地上 如果没有下雨 你会返回来找我吗 下雨了 你我能放你通中就好了 红尘里向茉莉表达想照顾她一辈子 茉莉矛盾地说出心里仍有青梅竹马火归哥哥 茉莉 我心里变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想着过去啊 有用啊 你以后等到什么时候啊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的不知道 你以后等到何时啊 我 我 你以后等到什么时候 你以后点时间 我怕 茉莉 很感谢你送车给我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会白的 因为我有好多事要做 还有很多路要走 就算你不够停车 我一样得向前走 因为我是红尘女 再见 求莹 你不要走 你不要离开了 我去走 我心里 也是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脑子里 又是火鬼 我要怎么 我要怎么办 我真 我的心都不公平 咱们休息 没多久红先生卷入了一场行贿案之中 当时为了让亚美电台每天都循环播放茉莉的唱片 红先生行贿亚美的电台经理 如今电台经理赌博输钱了 反过来想要敲诈红先生一笔 两人的对话恰好被坐在一旁的警长听到 亚美的董事马拉尔得知此事后很是生气 本来他要配合警长引红老板上钩 没想到自己竟爱上了眼前的男人 也是爸爸商场上的死对头 跟你说话真累啊 现在猜谜一样 做人呢 大半辈子都在猜谜啊 小的时候呢 你得猜父母 老师的意思 等长大以后呢 你就得猜自己的朋友和老板的意思 总之猜来猜去 已经过了半辈子了 那你最近在猜什么 你猜 我猜 我猜 你在猜莫莉的心 聪明 这是女人的直觉 他 会不接受你吗 不知道 会不会是你猜拖了呢 可能 其实你就是这样 为了他什么事都做 你觉得值吗 我 就像无头术一条 就算夜风光了 也不会玩耀 父亲觉察到女儿在恋爱 马拉尔失口否认 为了避免行贿的事情办理 红城里找到马拉尔 主动向他说出行贿电台的事 你做这些 都是为了莫莉 晚了 总之晚了 唱片没了 电影没了 天莫莉 也没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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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痛心疾首的表演 赢得了马拉尔的原谅和信任 没多久马拉尔便沦陷了 就在两人热吻时 还是被父亲发现了 女孩娇羞地躺在床上 他已经爱上了和自己父亲年龄一样大的男人 而且男人还是父亲生意场上的死对头 当女孩在家中花园和男人拥吻时恰好被父亲看到 快乐 回去 这上海滩上的男人都死绝了 你千挑万选就选这么个东西 啊 你是成心跟我过去啊 这做女人的 啊 做女人是找老公要找一个老实本分的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姓红的是个什么东西 你哪怕就找一个 忘却 你老爸 你可以把它点是成精的 你书怎么读的 你也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 你书都叫我泡饭吃了吗 爸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跟我说了吧 说 我告诉你 我长男朋友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他一定要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像妈一样 找错了 一辈子后悔 好 好 你以为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靠你自己的东西得来的吗 啊 没你老爸 你狗皮都不是 你给我仔细听着 如果你长男的姓红的 我们的妇女关系 就一刀两斑 一直都结束了 心里的结束 是我的开始 马拉尔在父亲面前据理力争 坚持要和洪老板交往 从那之后 洪老板总是不回自己的豪宅 当洪隐星茉莉找上门 闻到了洪先生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 这女人的香水味 你是去书鱼 找野女人去了吧 对不起 凭什么管你呢 晚上 茉莉被噩梦惊醒 洪先生再次抱着茉莉表白 然而茉莉心里是矛盾的 她总是想着青梅竹马火柜哥哥 不能啊 不能啊 不能 天梅 不能 真的不能 不能 为什么不能 茉莉 为什么不能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感动不了你呢 是不是我离开你 你就会开心啊 那我走 我以后不做你的经济 我离开上海 我一走你就开心了 是不是 你要我怎么样 你要我怎么样啊 你不要得自己欺骗自己去好不好 谁不知道你需要心灵要马拉 杉莉 你心灵要很毒 另一边 马拉因为喜欢上了洪先生 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僵 你难道不知这姓洪的跟爸爸是死敌吗 爸 你还有什么死敌 你都写下来让我戴在身上 就怕太沉了 我连走都走不动 你呀你呀 怎么一回来就跟爸爸那位别扭的 好了别啰嗦 我也不想跟你闹片 早点睡 最终马洪昌主动约洪老胆见面 两个老狐狸相互吹捧各怀心思 最终竟达成交易 男儿的魂让你给勾走了 说 你 欲欲何为 你说他的魂让我勾了 为什么你不说我的魂让他勾了呢 男儿那么可爱 我爱上他是很正常的 对别人来说 也许是正常 对你来说就蹊跷了 爱情对于你我来说 只是一杆秤 如果不图什么 这杆秤就白事了 如果是一杆秤的话 我告诉你 我可以担保 我绝对不会少他半点金粮 我女儿能有多少金粮 她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头 而且根本就不知道 这世上的人心险恶 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儿 在上海滩上 少说也有成千上万个 总之我只爱定她一个人 亚美电台的股份 我让你一半 那你就没有公司的决策权了 这样不太好吧 要不 一元赛狗俱乐部 让你当总事 我暂时对这种处事没兴趣 你是敬酒不喝喝罚酒啊 我现在喝的是什么 性红的 别给你 哼 红城里啊 兰儿你是不是 准备年定了 那好 干脆你我就做个交易 不知马老板有什么提议 兰儿嘛 你可以带走 不过你得用莫莉和我交婚 马老板同意女儿和她交往 但莫莉必须成为她的女人 两人一拍即合 莫莉电影首映里上 媒体记者发现两个生意场上的死对头竟走在了一起 遥远只欲智者 你看我们像是不合吗 今天晚上 要看你的好戏楼 你别着急啊 保你看过的不会退票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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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发现火柜哥哥也来到了现场 警长为了抓住土匪头目 女人被男友带进一栋别墅 然而走出来的却是另一个男人 更凭茉莉如何呼喊男友的名字都无济于事 幸运的是 茉莉挣脱了老男人逃了出来 她愤怒地找到男友 告诉她两人从此恩断一绝 现在为止 我不再欠你 被激怒的茉莉离开别墅后遇到了大批记者 为了躲避记者的追访 茉莉高速行驶 最终刹车失去控制 汽车撞上大桥落入了黄浦江 红老板得知茉莉的噩耗后来到事故现场 这一刻她的眼睛湿润了 然而她仍不忘茉莉之死 将会成为上海娱乐界的一条爆炸新闻 随即命令报社连夜印发消息 就在所有人为茉莉之死感到惋惜时 修道院中 茉莉获得了重生 原来一年前茉莉被教堂的兄女救起 从那之后她每周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或许只有独自一人坐在胜负面前 她的内心才会感到片刻的宁静 茉莉画了一副男茉莉向女茉莉求婚的油画 自己从小被父母卖给傻丈夫当童养戏 你们别逼我 茉莉啊 你看看你爸这个腿 他要是不进医院看病 他这半辈子 就在妈几辈上过日子 妈 我能飞啊 我能飞吗 这事就怎么定了 别啰嗦 我要是个男的 你们还会逼我吗 孩子可你平平是个女人呢 他不够女人可不可以 做男做女是你能挑的吗 等 新婚之夜又差点被新郎的表哥强奸 她逃到了上海当乞丐 本以为遇到了将她打造成明星的大贵人 可最终还是被当作一颗棋子任人交易 茉莉花 喜不喜欢呢 你觉得镜子里的茉莉漂亮还是本人漂亮呢 镜子里的漂亮 镜子里的 多开心啊 茉莉 你跟我在一起开不开心呢 开心 真的很开心 是你的 都是你的 成林 你让了 他把你交给了我 这会人 能在哪呢 你胡说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事情明白 成林 成林 没事 夏夏和李月圣不开 红尘 到现在为止 我不再欠你 站住 你会后悔 经过一段时间的好论 莫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真心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求人 想求你求情 莫莉从此化名肖月白 她要以男人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 对前男友展开抱负 我听到人们的吻嘻声 我心里也明白 谁的吻嘻声叫得月香 谁就是月白往死里推的 以后叫我肖月白 月白风起 谨慕长矣 放眼灵 失去莫莉的红尘里 开始和马拉尔甜蜜的交往 她为马拉尔量身定做了一部电影 要将马拉尔打造为第二个莫莉 时报公司大楼门口排起了长楼 红尘里决定公开招聘男主角 此举一出在上海滩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现在可以说 上海滩长得好看的男人 都来应聘面试 面试厅中坐着的评委都无精打采 马拉尔捂着耳朵 无奈地看着面前正吹着唆呐的男人 你这是什么音乐啊 哀乐 你都在什么地方演奏啊 第一关 马拉尔很无语 本想着回国接替父亲的产业 但男友硬要让他进娱乐圈 现在面试了这么久 来的人不是吹着哀乐就是打什么少林拳 无论从长相特长行为举止哪方面看 都没有一个符合剧本的男演员出现 就在这时 近来了下一个面试者 一个留着一铁小胡子 穿着亚麻格子西装的儒雅男子 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此时的马拉尔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从被父亲强奸未遂的末链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萧月白 月白风轻 景物长衣 放眼里 你面试官怎么也想不到 前来参加电影男主角面试的 竟是父亲曾强奸过的女人 更是现任男友抛弃过的女人 留着一撇小胡子 穿着亚麻格西装的儒雅男子 出现在了评委眼前 男人虽然长得不太高 一米七二左右 但是身形修廷长相清俊斯文 顿时让面试的四位评委眼前一亮 当评委问男子名字时候 男子略微带着戏腔笑了一下 我叫萧月白 月白风轻 景物长衣 放眼里 马拉尔听了这个腔调 立马就被吸引住了 心想这个萧月白 是在唱歌介绍自己吗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看看男人有什么才艺 有什么本领啊 话音刚落 只见萧月白 抄起手上的雨伞 走起了台语 随即唱起了一段京剧 马拉尔目不转睛地盯着萧月白 还没有听过你 此时乐白台步突然一会儿 跳起了西方舞 唱起了雨中曲 马拉尔有些看待了 两眼睁睁地盯着萧月白 萧月白也注意到了 男人热烈的目默 评委们都对这个 儒雅风流的萧月白 很是满意 时报办公室内 前男友不可置信地 看着手上的照片 这个留着胡子的小白脸 怎么和莫莉这么想 马拉尔捧着一大堆 民众寄来的投票 全是投萧月白的 红城里察觉这个事情 没那么简单 怀疑这个人 就是莫莉假扮的 心中不免有些焦虑 他提出面见萧月白 可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这本来萧月白说好 城里想要趁此机会 取消萧月白出演男主角 城里听着自己的女人 一直在为萧月白说话 很不舒服 拉尔按照报名表上的信息 找到萧月白的住址 然而这里弄堂太多 他好像迷路 当大叔听到女孩 要找萧月白时 顿时露出了苦恼的表情 就是那个一到晚上 就放开嗓子唱歌 那个家伙 应该是吧 天哪 我老婆也被他迷住了 一天听不到他唱 他就发愣了 这个家伙从哪来的事 这一代 师傅们家里有媳妇的 都紧紧锁上门 把他们回给勾了 大叔 要我说呀 这媳妇可是锁不住的 你呀 你赶紧放开嗓子练歌吧 看来你也丢了魂了 往那儿都走 你你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兰儿顺着大叔 所指的方向走去 到了之后 也不知道 萧月白住哪 心中有些忐忑 这时萧月白走了出来 见门口站着一个 穿着薄荷色连衣裙的女子 宛如清水不上的 莲花一般淡眼浪漫 喂 知道我吗 是啊 你知道找你多不容易吗 全部搞到了 萧月白皱了皱眉头 眼前这个人 就是当初让前男友 视迷不已的女孩 为了得到她 男友甚至把自己 献给了马昌 马拉尔诚挚的邀请 萧月白和自己搭档 出演电影的男主角 哪料萧月白根本不在乎 称自己去面试那天 只是随便忙了 总之 我真的觉得是非你莫属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去 带你走 萧月白立即起身 大不留心地走去 兰儿以为对方同意了 开心地跟在后面 兰儿走了一会儿 发现似乎不是去公司的路 被戏弄的兰儿 跟着月白来到了一个 破破烂烂的地方 只见月白将外套一脱 换上戏袍后 变上了简易的舞台 这时兰儿才发现 院子里站满了男女老少 兰儿看着台上的萧月白 觉得这人唱得可真好听 又观察了一下台下的人 发现这些人 个个都穿着朴素 时不时地会鼓掌喝彩 和他平时在大剧院 看的演出完全两样 兰儿被周围人的热情感染了 心情愉悦了许多 唱完后 月白回到屋中休息 这小孩子 可比那些像大戏院的东西 这什么时候该鼓掌 什么时候该静下来 从来都会出错 给他们唱戏 乐的不光是他们 还有我们自己 那我以后 能常来吗 只有买票就能来呀 那成 你先给我 一定三百张吧 马达小姐 我们这儿的票呢 不卖给那些 富庸疯养的人 对你误会了 这个票 我是留给孩子们的 交谈中 兰儿见月白脸上有个泥脸子 起身要帮他擦一下 然而这一幕正好被窗外跟踪而来的记者拍了下来 你脸上有点脏 我帮你擦吧 第二天 兰儿来到公司 只见男友搭了着脑袋一脸生气的将手中的报纸摊在桌上 兰儿疑惑的拿起报纸 上面印着自己和肖月白在屋中的照片 因为角度问题 看上去像是两人要接吻的样子 你就为这个生气啊 你先看清楚一些 不用了 还会有什么 无非就是 我跟肖月白搭上了 或者是我们这间出现的三角恋 就这样吗 这还不够呢 肖月白那个小哥子不是好人 你不要上他的当啊 他搭上你 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 你知不知道 你将会昏变上海滩 你要好好珍惜 别被他破坏了你的前途啊 程丽 你不要这样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肖月白真的没有什么的 我只是很欣赏他的才华 由他眼照顾的秘密这篇一定能红的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啊 程丽 你的胸襟到哪儿去了 怎么还吃这种酸醋呢 好 没办法 要其他就行 什么意思啊 肖月白不可以成为照顾的秘密的盟主 不行 程丽这不公平 肖月白是读者投票选出来的 而且规矩都是你定的呀 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你这样的话 不是云露大众吗 你说的对 我是老板 我说不给他做 是不给他做 然而 为什么你会为了他 那么神火颠倒呢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怎么变了呢 你的红皮钩走了吗 程丽 你把我想出什么了 而且 我只跟他碰过两个面而已啊 碰大就是了 你又是我亲 两天你就爱上我了 你一样可以认识 两天就爱上他呀 你说什么 对 我说证了吧 兰儿没想到自己爱的人 居然这样说他 自己在他心里 居然是如此的不堪 于是愤怒地 扇了红尘里一巴掌 兰儿冲进雨中 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 他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羞辱 此刻悲愤交加的 他觉得自己当初瞎了眼 才会喜欢上红尘 与不知何时停满 他下意识地走到了一栋房子前 马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知不觉的 也不知 对不起 打扰你了 瞧你 全身都是透了 进墨丽庄了 女孩从小被母亲卖给傻丈夫当童养戏 逃婚后又被男友卖给大老板 就在所有人以为墨丽坠入黄浦江身亡时 他却以男儿身接近前任 当前任看到公司海选的男主角后 当场震惊了 而此时他发现女友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渊 女孩已经洗过澡穿着肖月白的衣服坐在饭桌鞋 因为刚洗过澡 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红粉 如少女般秀美 瘦小的身子穿着月白的衬衣略显宽大 却趁得兰儿妩媚诱人 月白心中暗叹 难怪红尘里会对他这么痴迷 这样不经意露出的风情 想必他自己这辈子都学不来 由于家中只有一个碗 月白用锅盖成面 兰儿有些不好意思 是自己的突然到来打扰了对方 于是赶紧将手中的碗放在月白面前 并去拿月白手中的锅盖 对了 怎么了 有点脏 这么巧的东西你都能看出来 这人长的眼睛就为了看东西 要不然不就有眼无珠了吗 你是在说我吗 我怎么没这意思 你别介意 我这人说话呢 有口无心 吃完之后 两人边说边笑地走到了弄堂口 兰儿觉得现在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月白 如果你不做那部电影的男主角 我也不会做女主角的 月白礼貌地拍了拍兰儿的肩膀 兰儿一一不舍地离开了 月白刚要离开 月白却发现身后站着红城里 红城里躲在角落里看了很久 两人的亲密举动让他火冒三丈 先生 你找我 你不是小鱼 那你说我是谁 你自己知道 先生 你这么说 我倒是不明白了 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指度 天色不早了 赶紧休息吧 你别想打老二的主意 我会放过他 这关在笼子里的鸟 都有自由飞的时候 更何况甚至 莫莉 莫莉 男友一大早守在别墅楼下等着拉尔出门 拉尔瞥了一眼并不想搭理他 红城里伸手拉住拉尔低声下气的道歉 兰儿 你干什么 还是想让我相信萧莉白不是男人吗 他根本就不是男人 他是莫莉 城里 莫莉已经死了 是你还老忘不了他吗 你要是想让我相信萧莉白不是男人 你就不能给一个更好的理由吗 你非想让他演丈夫的秘密 对 好啊 我给他做男主角 电影马上就开来 让你看清楚他到底是男还是男 兰儿见城里答应让月白做男主 便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月白 月白听到后反而有些惊讶 他心里不知道红城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兰儿让月白先准备准备 第二天就开拍 月白听得一头雾水 准备什么 对了你会游泳吗 会 先拍泳池的部分 月白有些慌张 他就知道城洪里不可能这么容易同意他当男主角 那我得穿游泳服 对啊 难道你还穿李波游泳不成吗 夜晚时分 泳池拍摄地点已经站满了记者 兰儿穿着泳衣走了出来 凹凸有致的大秀自己的身材 众记者纷纷为上去拍摄 小月白 赶紧换上眼妆 而此时正在更衣室的月白 却对着放在一旁的泳衣有些苦恼 一旦换上泳衣 自己女人的身份就暴露了 还不换下 带着本身 拿上刀 拿纯包 男人吧 赤条条条的来 赤条条条的去 还怕人看 放心吧 好 好 变成好戏就看你了 小月白 赶紧换上眼妆 一旦男人穿上泳衣 他的女儿身就会暴露 此时电影女主角已经穿上泳衣 摆着各种姿势让大家拍摄 红老板告诉导演 接下来会有轰动整个上海滩的一幕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喊了一声 小月白来了 大家纷纷望去 只见小月白已经游到了泳池中间 男儿 下 记者们纷纷拿起相机围了过去 因为泳池太大 小月白在水下 拍摄的并不清楚 女主角见月白出现了 跳下去朝月白游去了 站在泳池边的红尘里 仔细地看着远处的小月白 水面上只漏了的头 水花似箭 怎么也看不清对方是男是女 马上叫小月白上来 我要先拍水面上的警察 可是婚姻呢 现在人家小月白身上都湿的 我就要这个笑 还等什么 行我明白了 小月白赶紧上来了 马拉你别在下面闹了 快点上来 好各级各位 预备 此时什么东西爆炸了 所有的灯都灭了 现场一片混乱 红尘里连忙拿起手电筒 往泳池里寻找萧月白的身影 却发现泳池里只剩下女友 记者们感觉今晚的戏拍不成 便四处寻找萧月白 能拍到几张照片 也就可以收工了 此时一个记者立马开车离开 此人正是月白的傻瓜账帖 出来吧 已经离开游泳池了 你知道我在车里 我一看车门湿了一大片 我就知道车里头来了一条大雨 谢谢你没有说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干嘛要得说破呢 我身上有纹身 不想让别人看见 真的吗 闻的是什么呀 蝎子 一只可怕的蝎子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闻一只蝎子 我会闻一朵茉莉花 下回再闻 会按照你的意思 穿什么 别着凉了 别人都说你呆 我看你一定也不像 我以前是一个呆子 可是呆子呢 也会长大的 呆子只长肉 不长智能 我觉得我不是长出智能了 而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是啊 当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变得愚蠢的时候 我就无所谓呆子了 哦 你从哪里来 你是什么人啊 明星知道我是谁 开好你的车 哦 什么 他不肯拍演一个戏份 却摆明心虚了 城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啊 干嘛非要扶他呢 哼 都不知他为何不承认 早说了他不是你 他身上有纹身 不方便脱上衣嘛 有纹身就有纹身嘛 有纹身就想给人家看嘛 就脱了给人家看好了 纹城里一大早给佐尔派了一个任务 让他盯住肖月白 他就不相信肖月白会站着撒尿 这天 月白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冲上来两个男人 要把月白的衣服脱掉 月白自己一个女流 也没学过功夫 不一会儿就被两人暗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一群女粉丝冲了过来 将两个男人打跑了 肖月白看到远处佐尔正对着他们拍照 心里十分感激 女粉丝们纷纷向月白索要签名 红老板看到佐尔拍摄的照片后 大发雷霆 我让你去拍肖月白 你拍他的影仪干嘛 我只能拍到这些啊 什么都拍不到怎么拆穿他 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啊 本来本来本来什么 我叫你拍就拍 拍不到就别回来 是让你别生气 那我再去拍一点不就得了 他弄去干嘛 快出去 富豪太太故意扯下外套 露出自己的乡间 搔手弄姿的向对面的男子 发动猛烈攻势 就在这时月白看到 孙太太的女儿在二楼 向他招手示意 月白急于摆脱孙太太 谎称先去烫洗手间 哪料孙太太的女儿更是大胆追求 此时月白心中涌上一个计划 他决定利用孙太太这颗棋子 让禽兽前男友献出原形 由于前男友公司股价急速下降 竞争对手以最大股东的身份 逼红成李交出了一把手的位置 月白希望孙太太将手中 20%的股份卖给前任 再加上前任手中30%的股份 这样就能重新上任 孙太太说自己手里的一些股份 在寻补房杀为手中 只要红成李牺牲女友 就可以帮他重新夺回报社 红成李从孙太太那回到家后 一直喝着闷酒 他确实是爱兰儿的 就这样将兰儿送出去 他犹豫了 明晚就是沙威给的交易的最后期限 兰儿看到红成李一直在喝闷酒 知道他肯定是在为这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所活脑 成李一把抱住兰儿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兰儿 如果人真的出卖最爱的另一次 你会怎么做 不 我不会那么做的 我是说如果 怎么了 那个时候一定要进我们 别再打什么鬼主意了 你先回答 成李要带兰儿出国散心 收拾完衣服后 他谎称要去公司拿东西 成李急匆匆地开车走了 但其实他只是绕了个圈在不远处盯着自家门口 兰儿在花园中等的男友 此时突然窜出来两个男人将兰儿挟持了 看到这一幕红成李这才放下心 回到家静静地等着沙威的电话 兰儿被抓走时 另一边也有两人默默地看着 孙太太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希望岳白也兑现和自己交往的承诺 就在这时 岳白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不是男人 孙太太下意识地将手放在岳白的胸里 当场就愣住了 孙太太 这个秘密你可不能说出去 说出去了丢脸的声音 兰儿被绑架送到了沙威的住处 岳白认为自己已经报仇了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付出的火印把你给避风了 兰儿被男人糟蹋了 你觉得你会活得快乐吗 不管你是男人也好 是女人也好 是茉莉也好 是萧月白也好 都一样 你该醒醒 你的良知哪里去了 你要让自己的恨 增添给别人 你才能解吗 你换回来的只是双倍的恨 趁现在还来得及 你赶快去救狼儿 快去啊 不 这一切都是红尘里造的孽 不 是你造的孽 不是 是你 不是 难道 你想让兰儿 跟你遭受一样的磨难吗 趁现在还来得及 你赶快去救兰儿 此时好朋友一巴掌 煽醒了已经被仇恨冲昏头脑的月来 脸上火辣辣的疼痛带给了月白一丝清醒 他急忙跑出去报警 月白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对好朋友 兰儿做出这样可恶的事情 那和红尘里这类人又有什么区别 沙威看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兰儿 他没想到红尘里为了这点股份 居然会献出自己心爱的女人 千军一发之际 警察和媒体及时赶到 别拍照 谁拍照就逮捕谁 昏迷的兰儿被解救送回了家 此时兰儿里接到了一个让他失望的电话 红尘里 你搞什么鬼 沙威先生你听我说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我看到兰儿在门口 我也莫名其妙 告诉你 我们的交易完了 好像我失去知觉了 成里 你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成里 成里摊坐在沙发上抱着兰儿眼面痛 他心想这次真的晚了 不过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就是和兰儿立马结婚 那兰儿家的资产就都是他的 兰儿 我们马上进婚 马上进婚好不好 男人在杀死岳父后 平静地赶来参加婚礼 新娘终于和心爱的男人 步入了婚姻殿堂 然而婚礼刚结束 新娘却被警方告知 他的父亲溺水身亡 时间回到一周前 死而复生的茉莉 竟和曾经强奸过他的男人 达成交易 只要马老板帮他除掉前任 两人立马登记结婚 我就是你 马老板爽快答应 虽然他不会干预女儿恋爱 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一个 寄予他家财产的人和兰儿在一起 不管是出于保护女儿的念头 还是为了得到茉莉 他都要除掉洪成李 婚礼当天马老板绑架了洪成李 揭穿成李娶女儿 只是为了夺得他的家产 眼下你只有两条 要么就换 要么就宰了你 反正婚礼没有提醒 兰儿也算不上是过分 不料马老板最后却被红城李杀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好 兰儿悲痛万分 此时的茉莉又化身 男儿身 他告诉兰儿不要相信任何人 要保护好自己 这天 老妈子突然将老爷留下的一封信 交给了兰儿 兰儿看到后大吃一惊 男儿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想必已经哭中累人了吧 爸爸实在不忍心面对你 所以才跟你写了几句话 洪成李是不会再回来了 他不可能跟你结成一对 永远不会 我是体了心非得让他放手 我不能让一只贪婪的财狼 玷污了我可爱的女儿 我把他给挟持了 要不让他拿着钱运走高飞 要不他就活不成了 黄沐江上准会多一条富士 就算是你恨我一辈子 我也是非如此不可 原谅我 爸爸这是为你好 你早晚会明白的 洪成李想要偷偷销毁信件 却被兰儿发现 在兰儿的逼问下 洪成李承认了就是他杀死了岳父 兰儿夺过后愤然离去 此时他已查出怀有身孕 兰儿心情十分矛盾地找岳白诉苦 警长找到兰儿 但他却不肯说出事实真相 你谁知道他能不能到底要说什么 兰儿前回家中用枪逼着丈夫 我决定去自首 我决定去自首 做大佬也怕 上脚轻台我也无所谓 但在我死之前 请你抱我一下好吗 你别想他骗我 我没骗你啊 我只但求一死啊 反正我 是为你而活 死在你手上也是应该 是最完美的结局 该枪 开心了 我决定 我决定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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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月白的前夫犯病 急需一种新药 红尘里花重金买断该药房 以此来要挟月白 月白决定用假信 和红尘里手中的药做交易 被绑在床上的兰儿 听到红尘里的阴谋 用茶杯碎片割断绳 跑到桥上告诉大家 红尘里在桥上安了炸弹 兰儿为救月白被炸成重伤 医院里 红尘里 被告知兰儿一尸两命 你妻子回应三个月了 你还不知道吗 临终前 兰儿只让月白进入了病房 他问月白到底是男还是女 月白不语 只是将兰儿的手放在自己胸部 兰儿明白之后 含笑死去了